玻璃是斜的,待會把它調直 再往攤,我再追一點 好,再來 洪雨,請那個大哥把燈打開 後面的門打開 所以你又要走下去,走出去 沒有沒有,今天不走 今天太多東西 對,你待會要直播 請教你最後,你曾經在影片裡面提到 就是說,我們用手機拍的時候 在外面有做互換互亮的 那有什麼方式,是要下載APP 可以把它鎖定沒有光光 就下載一個軟體 它叫什麼 從APP上 你是我們 你是這邊的客 對,我就在買東西 我待會就買東西 對,買東西太好了 所以我們都是盡量 都服務自己的客 對啊,對啊 那個叫PROPi視頻 PRO 拍攝的拍 哪個攝 哪個攝 是 反正您知道 這個在我 那一隻燒到的時候 我如果再買其他的 其他的三組文藝器 這一樣可以用嗎 不能用嗎 牙不一樣 不一樣 不一樣 要是透吉他的嗎 不可以 所以這個是專位Z1 什麼一直做的 對 不會拿車的 不會拿車的 所以別家不相容 別家不相容 然後 志雲大概 整個都弱掉了 嗯 這次他整個都弱掉了 其他的公司 類似的東西一直做出來 對 連DJI DJI DJI那是最弱的 DJI最弱 那目前比較強的呢 就那一隻 飛魚這樣強 喔 飛 喔 真的他強很多 喔 那好嗎 你播出去 你要先講啊 我走就講 你會講話是不是 我剛講話 你播出去 一分鐘 那個 澄清齁 並不是弱掉 是因為 這個 江湖一代 新人換舊人 一代新雞 一代舊雞換新雞 代代都有新七雞 也因為這樣呢 你就會有時間差 就是你這個時候很弱 下一次你就會變強 誰先出雞誰就強 那現在呢 因為飛魚這個時間點呢 他出的機器成熟度比較夠 所以他這時候是非常 至於是最強的 那至於呢 因為他的手機的部分呢 出的現在 有一個十日的齁 所以在時間他相對就變弱 那至於DJI為什麼弱掉呢 他的電池續航一直有問題嘛 第二個呢 然後他的那個 三百六十度沒有 然後機器的限制特多 再加上DJI的那個 維修真的是比一般 一般公司要嚴謹 非常嚴謹 因為隨便修都很久 因為隨便修都很久 好 你現在修多久 第一次 一兩個禮拜 一兩個禮拜 大概都 都時間會稍長一些 好 今天要玩的是GoPro的那個 周邊齁 王總 你都沒有辦法打打字 你知道嗎 你為什麼監播要在那邊呢 那我的Live Streaming呢 Studio 好今天要講很多怪東西齁 第一個是綁在身上的指甲 這個指甲 這個是當做穩定器要用 第二個呢 我們要 觀眾你還是給我監播好不好 你那邊我不要在那邊監播 我那邊要看Live Streaming 你監播還是要用這個給我監播好不好 你看人家R5多好 覺得不錯 加個閃架 欸加個雨閃架 OKOK 這個小Case 在這裡有口可以加閃架 我自己take好了 我讓你take我真的會死 好遙控器 現在跟大家報告遙控器 遙控器現在就是飛魚的部分能上 但是呢 G5一定可以 G5一定可以 再來就是MG V2也可以 那MG Lite呢 要最近的機型才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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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SPG Lite呢也是最近的機型才行 那 他還在等那個 升級齁等這樣升級 只有BOSS趕這樣出去 Oh n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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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是R5 只有R5 這是R5拿來給我玩的 好 這個就是書包支架 人體展示完畢 這個出去是蠻牛逼的 肯定是牛逼的 肯定是牛逼的 那 王總這裡在直播 你叫小羅挑脫魚到這邊來跳 好 第二個 看這裡喔 Verb Atra 30 送畫面到這裡來 那麼我們把它綁在身上 看懂嗎 看懂了嗎 還是不用到時候 這時候呢 我就肩扛1NG吧 拿著吊臂 我叫你開門 哪裡 爆掉 好不好 我這個 這次吊臂呢 看仔細喔 這次吊臂呢 伸縮桿呢 叫250 250給我一個好處 來 R5 這隻呢 是270 270 看喔 大力 不敢 手太大力 因為上面有個卡 這個270有個缺點 它就是不是最長就是最短 不是最長就是最短 還有拍拍 應該 有那種 從上面掉下來的風險 270 270 270有個好處 它可以這樣 鑽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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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七彩泥紅燈 可以這樣轉 那有意義嗎 好像不太大 270 價格稍高 那麼這個是 這個是 Telessin Telessin公司出的 這次可以任意 任意長度 收起來也蠻短的 任意長度 收起來蠻短的 任意長度 剛剛那個先生 剛剛那個普羅拍視頻 先不要花錢 先去把它那個做 平價 30天內用用看 還不錯 目前就是普羅拍視頻 用的是最好的 單眼的效果 好 這是這樣用 好大家看好 我這裡有監看 適合搖臂一組 搖臂一組 那怎麼搖呢 這是平常 這個有個技巧 大家注意聽 這要拍 有人自己 當你的人在這個 GoPro裡面這樣拍 畫面是穩的 但是你如果這樣拍外面 我保證不能看 晃得很厲害 那為什麼拍自己之後 就叫穩呢 因為你這個軸 把人放在影像當中 你在拍攝的時候 你會發現 你的人在影像的中間 所產生的那個 畫面效果呢 有助於穩定住 整個畫面的一個 結構 但是你如果 沒有中間這個人 當作畫面支撐 是空景的話 我保證畫面是從頭晃到尾的 也就是說 你要玩這種東西 一定要把人帶在裡面拍 把自己帶在中間拍 你的畫面就會 趨於穩定 反過來 只要拍外面 你不管怎麼拍 它保證晃 而且是不舒服的晃 所以記得就是要注意這件事情 再來 一個 270 一個 270是1780 250呢 是800元 800元 好 那我在這邊呢 青菜蘿蔔各有所好 BOSS這邊推薦的是 250 250這一支 因為CP值夠 再來呢 輕巧 手感也不錯 手感也不錯 有很好的 指滑海綿 下面呢 可以再鎖一個什麼呢 鎖一隻三腳架 那麼 接下來我們要把它 進入搖臂的使用 進入搖臂的使用 對那就是傳說中的270 270呢 它就是固定長 不是最長就是最短 好看好這裡 VIRB Ultra 30呢 BOSS這最愛 搭配了G5 好 怎麼會 有沒有保護呢 好我們把它 進入一個搖臂狀態 監看架擺在這裡 當然呢 我這架低了啦 你要架高就架高 隨你高興 我們要架高一點 架在頭殼小上面也行 搭配這個扣住 穩定度很夠 好 緊接著我們把這個 摸下來 摸下來 R5是比較聰明 R5把手機架在這裡 你有架到這邊過 感謝R5帶這些怪東西來給我玩 好 接下來搖臂這樣就完成了 好 他搭G5是OK的 但是這個沒有辦法搭G5 想知道原因嗎 這支絕對不可能拿來當 G5的支架 我待會跟你講原因 好 王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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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沒有充電啦 拜託啦 那裡沒充電啦 MIMO那邊的 好 看好 看好喔 FS7你幫我連上 看好喔 搖臂這樣就好了 你在講G7350 那個是職業在用的 我們拿這個就夠了 搖臂完成 那麼這支多長啊 這一支可以到2米5 加手跟身體 1米5 2米 大概4米5的高度 隔壁的婆婆呢 一定可以拍得很清楚很漂亮 隔壁的婆婆 那這支插在哪裡耶 這支把它勾在褲襠這邊 反正你要怎麼用都行啦 那我會選擇勾在這個皮帶這裡 因為這個皮帶呢 你的腰只要一頂下去 它就固定了 今天這真的是 BOSS犧牲大了 犧牲大了 簡直就像個小丑 簡直就像個小丑 不過 說怪機師嗎 這真的是夠怪啦 我已經值得是 很值得報的東西 值得報到的東西 任意折繞 那雖然會晃 但是呢 這裡要再扣住 讓它殘住 任意折它是一個金屬片 它是一個金屬片 也可以變魔術 騰空浮空秀 手機浮空 少少白痴還是行的 好再來 這隻搖壁呢 在這下面可以裝個手機支架 在這邊 那阿霧麻煩一下 我把它推下來 不要摸到 那你把它擺在MEMO前面 我搖給大家看 你覺得這隻很眼熟 我覺得這隻很眼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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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這裡的Wi-Fi環境 好了 我這裡的Wi-Fi環境太亂 這有個缺點 所有適用於Wi-Fi的東西 它在人多或者雜亂的情形之下 都會有這個 斷訊的問題 多多少少 但是已經算是不錯了 包括任何牌子它在連線 GoPro會不會比較穩 還是都一樣還會斷 GoPro好像比較穩 比較穩一些 GoPro它後面的改良 確實是穩很多 那這裡呢 在這裡比較 比較要強調的是 在這邊 訊號太過於雜亂的情形之下 很多Wi-Fi在這裡都會亂 都會死 看好喔 就這個狀態下 Cram Cram 那麼最常來到 這樣看好莊仔了 搖幣你不用花多錢 800塊搞定 800塊就搞定了 好有問題可以問喔 好可以問喔留言喔 好再來下一個 要講的很多 Verb3D 還有VR3D 還有8K 8K 嗯 先講說可能有興趣的話題 我們再來將來 再把它導入 齁 直播當中 那今天還會再講這個 Video麥克風 那支麥克風拿去給螢幕上看一下 那支麥克風 有毛的那支 在那個 麥克風前面 擺一擺 晚一點要試這一支 屁屁給人家看一下 這支也在特價中 好來看牙筆有多牙 這一支 250的好處就是它 正確的用喔 阿霧那一招很好 把這放在LP這邊 放在LP 那用LP頂住 齁 然後再這樣拉 你會很輕鬆 會很輕鬆 那你如果 你把我關掉了齁 好 我不罵你 好 放妹妹那裡 再來 放肚子 這邊肚子 用肚子頂住 看好 用肚子頂住 肚子頂住 頂住之後 clean up clean down 然後角度勒 在這裡 好 這樣子全世界最輕巧的油耀壁就完成了 好 好 好 廣東我沒有要指畫面 好 到這邊ok了齁 接下來 再教大家一個技巧 如何能夠拿著手比較舒服齁 欸齊威你好 手拿的舒服很簡單 後面加個東西 來 後面這四分之一孔 或者是你包紗袋 把紗袋 把包在這邊 包在這邊之後呢 讓後面變重 你這手只要輕輕一持握 就能夠很輕鬆的完成這個工作 完成搖臂的工作 那搖臂的 搖臂我會建議這樣子齁 在這個狀態下 最低腳這一根要直 當你在最高腳的時候才不會穿幫 齁 最低腳齁 大概這樣子 不要穿幫 大概最低腳 看好這樣子 這個線 這個是最低腳 以不穿幫為原則 搖到最高的時候呢 也不會穿幫為原則 這是要注意的地方 那這支搖臂就順利完成了 八百塊錢的搖臂 又輕又巧 那不管你要拍廟會拍什麼都厲害 彰彰的 彰彰叫的厲害 等我一下 接下來就是這個東西厲害了 這隻是一個,搖臂 可以每天來,這是你的便室 這樣子是幹嘛呢? BOSS你腦子進水了嗎?你這樣是要幹嘛用呢? 是的,你這樣拿出去呢? 應該是屬於進水的很厲害的那一種 好,這位置也錯,這位置也錯 好,再來看這邊 好 這樣才對啦,剛剛有點趴帶趴帶 好,這兩隻有個好處,BOSS在用的時候發現 這兩隻在用的時候 可以增加穩定度 增加穩定度 這個是沒有在外面出現過的,沒有教過大家的 上G5邊開車適合嗎?會不會太荒太大 上G5是抗風壓啦,手機就沒辦法了 拉到最長可以撐多久 老爸,250如果拉到最長可以撐多久 就看你平常有沒有看日本愛情五祥鬥作片 有那個練功 你有練過功,通常這隻手的力量會比一般男生比較強壯 如果你有看日本愛情五祥動作片的人呢 你有看日本愛情五祥動作片的人呢 通常都可以拿得很久 都可以拿得很久 如果你很少看那個片子的人呢 沒有練功的人基本上是沒有什麼動逃的 好 上G5,來,好,再講一次齁 這個東西呢,以這樣的狀態下 我們看看能夠動多久 你手機可以打開來看一下mebo 現在正在播的結果 那你聽聽看他的聲音,看他的結果 作為你待會兒的一個參考 好,能動多久齁 我現在看起來250好像比較實際 270,他升上去的時候 如果鬆掉就... 應該很精采 下一條 下一條 我有頭 我有頭震尼 哦,有 阿為甚麼甩頭 阿,鬆掉了 因為可能甩也沒有 因為他沒辦法 你沒辦法確認說每個人的甩頭 我準備,你是有手 那要注意哦,270不是不好用,270你這是伸出去一定要拉 一定要把它拉緊,那這個不是,這是拉到哪裡,鎖到哪裡 那至於你會撐多久這個問題,很好的見解,咱們就見解見解,為大家見解見解 他跑馬子繼續跑去跑這樣子嗎? 那我們現場也可以發問嗎? 可以可以,沒有問題的 所以他現在MEMO可以上,這邊上你的標題LOGO跟跑馬子嗎? 是這樣解釋,MEMO本身只有乾淨的畫面,他沒有提供任何周邊 那這些周邊又是什麼? 都是要跟那個帶小朋友來處理 那帶小朋友來處理,那帶36位小朋友 然後他就可以達到這樣 他就可以出現這種功能 對對對,那需要36位小朋友 他就是一個軟件 是導播軟件 那剛剛有問到能撐多久,其實你就是 插在剛剛這個動作,插在這個皮帶下面 皮帶稍微翻一點點,扣住之後 你的搖臂就可以咬得很爽 而且搖得一點都不夠 大家看喔,一點都不夠 因為BOSS晚上都在練習那個 看日本愛情武俠動作片 都有練功 所以BOSS的手非常的強 那大家注意喔,BOSS的棉條一定要用到喔 你如果沒有用到BOSS的棉條 你的鏡頭會破掉,螢幕會裂開 還有你沒有用BOSS的短棉條 你收音會出現馬達印 這些都是很重要的喔 好,那最後你再看這個東西的晃動 其實還好 他縱使是晃呢 我看到的結果是影像都還是穩定的喔 影像在這邊喔 現場可以看一下 然後 總共是分成 這是250齁 有保固的齁 800元這個東西 這是搖臂800 這叫250搖臂 Gopro的250搖臂 Gopro的250搖臂 可以自己定義長度 好,可以繼續問喔 沒有問題 趁我還有時間看 那MEEBO說切換畫面的功能 在直播畫面上會變成什麼樣效果 在這邊看齁 切 第一個切你 你 待會就跳你了齁 再來切 攤BOSS 再來TEC產品 然後跟產品 對 但他必須手動 他不會說 我們自動搖臂 如何切換 當然也可以自動 那他就會射成每一個畫面多久 對對 他會 你可以射快慢齁 每個畫面多久快慢 好 繼續問齁 好來 這叫TELESYN公司出的一個250自拍棒 搖臂 都OK的 都OK的 好不好 你如果說 使用上任何問題可以告訴我們 那麼 現場可以發問 歡迎 那這支是直接GoPro的 這支直播 這支直播是這樣齁 這支是手機連同他之後就能直播了 這是台灣之光齁 這一支叫Verb Ultra 30 是由嘉明公司出的 這一家公司的老闆呢 是台灣人 創辦人是台灣人 現在在美國上市 在台灣有五千多名員工 做出來一顆 價格很公道的產品 他比GoPro便宜 性能呢 不會輸給GoPro 而且可以接無線麥克風 還可以直播 他是透過跟手機連線之後播出去 對對對 那如果再加上 有這種畫面的東西 要可以怎麼做 加上 也就是說 希望有導播效果的東西 就是買Mivo就對了 就加36個小朋友 買這個東西 買Mivo再加那個東西 對對 你Mivo要幾顆都行 他可以接好幾顆 可以接10顆Mivo 可以接到10顆 那你如果預算夠的話 也可以買那邊那一套 沒有那麼大 那一套 我說Mivo如果兩三顆的話 距離可以到多遠 距離可以多遠 那就等我們交易後再告訴你 好不好 因為你都問到商業機密 對對 不好意思 我們很想告訴你 但是 左邊那一支Live Swing的東西 加上Mivo 這兩個是分開的 這個 這個是重鎮在用的 通常鎮頭比較輕的人 吃這個 吃這個 你如果吃到不夠 時間又長 你要再吃一個電梯 那叫中鎮 重鎮的 要加這個 這要30個小朋友來 跟他搶走 你可以上字幕 上LOGO 上VCR 可以同時多點直播 所以多點直播是啥呢 我同時要播 鬥魚 YY 一視上傳好幾個平台 Youtube FB 任何都能播 那現在BOSS在這邊播呢 就是Youtube也在播 臉書也在播 就是用這個 對 然後兩邊都在播呢 基本上是 沒事不要去Youtube Youtube播 浪費時間 因為播完之後傳過水無痕 所有的留言記錄全部都不在 Youtube他不會儲存 沒有意義 討厭 但是臉書他會儲存 而且Youtube播 沒什麼收視率 其實有人訂閱 有人在問250的重量 是不是 250的重量 馬上幫大家量 這支三軸 對 這支可直播 三軸加那個 還是他本身就是接著三軸 這支本身是三軸 GoPro小米小椅都能夠使用 小椅都能夠使用 然後底下可以再收腳架 BOSS好嘗試的 BOSS這支真的是長了 這一次真的長了 我不得不 沒有辦法再謙虛了 BOSS以前都不知道謙虛 這次真的想謙虛都謙虛不了 因為實在是太長了 聽我講這是一支G5 G5 G6 G7 早晚會出道 然後最後呢 G5這一支呢 他可以裝GoPro 小椅 Verb Ultra 30 目前最搭配的最好 我用他做了很多的作品 尤其他們是看了我那個 在金瓜石拍的那個廟的畫面 特別來這邊 觀摩觀摩 那有很多馬來西亞看到BOSS用穩定器拍出來的那個五郎八卦棍 這也是五郎 這叫五郎八卦棍250號 嗯 定名齁 這叫五郎八卦棍250 一支只要八百塊 那 還蠻厲害的 好 你剛剛問到的穩定器大概是這樣講解 還有其他的問題嗎 這是G5 對這次是G5 他那一顆東西能夠做到追人的臉 追人的臉喔 不行耶 追人臉是SPG Live 那個才行 追人臉是SPG Live 嗯 才做得到 這一支還不行 這一支不行 剛剛問到多重 來來重重 來抓抓 他有人問多重 對對對 剛好也想問多重 這一支呢 這一支250呢 三百二十公克 你們不信對不對齁 你們一定不相信 我馬上蹭給大家看 我們待會兩邊都蹭重齁 來兩位也可以問問題 需要我的話不要追 他會追啊你看 追誰 追他啊 追老闆 他會自己轉 我們上次追是這樣 比如說我對著你 我設定是你的臉的時候 我定下來之後 我怎麼拿他都會自動去追你 他會自己轉這樣 但那隻腳沒有這個孔 我就很頭到 這一盒就來 這一盒就來 這盒 他在直播 我正在直播 這盒東西是關鍵 他這封門 你要有線還無線 如果要遠的話 可能要無線 如果要遠的話 一定要無線 有5980 6980 一直到1450 1450 1450是兩個人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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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對 這兩人是分開的 他怎麼採錢 他低頭 一個十字鈕 他應該會可以控制 他要怎麼採錢 他要怎麼採錢 他要看好 他不是低頭 是123 就是上架 那1234 他是固定的 然後 250在外場能下標嗎 有應該有 讓他看 250應該是已經上架了 最近的GoPro東西非常的多 哇 嗯 有玩過 文購其實就是這樣 可以運作那個 我這裡原本有一個 磅秤的 剛剛我們今天有出現 然後被 跑動的時候 你的畫面就不會 鬥得很嚴重 好 我們現在來放出他的重量 來 現場拆寶 250 呢 這個打MNP-250 MNP-250 好我們來看看他多重 我們來看看 我剛剛講320克 我剛剛講320克 人客 真的330差一點點而已 因為我的手為什麼那麼厲害 因為我以前做空拍機 的那個 設計 所有東西都要 顛重量 顛著顛著 我的正負大概都會差一點 但是他只能綁這個 那MIVO是不可能綁上 MIVO一定要修定位 對不對 MIVO是這樣子 MIVO有另外一個用法 MIVO是可以掛在穩定器上面 可以歐北照的 那掛哪一支 哪一支穩定器能掛 MIVO是掛MG-Light MG-Light 我先拿 來 來 MIVO呢 可以掛在這上面 可以掛 這麼大一個 那麼有客人是這樣掛 掛一支單眼 然後上面放一顆MIVO 放一顆MIVO幹什麼呢 放一顆MIVO就可以 單眼錄影4K MIVO直播呢 同步進行 那麼你就取得了高畫質的流存 以及直播的即時性 那麼這裡有一個重點 這裡有一個東西很重要 現在這個叫好緊 這叫好舒服 一定要好緊好舒服裝上來 你才不會摔機 因為它原本的設計滑滑的 所以要裝好緊 這個才不會滑動 要不然它原本的設計這裡會這樣 咬不住 所以BOSS做了一個好緊套件 然後好緊之後怕滑動做了一個好舒服 因為握下來會很舒服 這樣就好緊好舒服 那麼再加上很重要 為了讓大家長時間可以工作 這裡做了一個你是我兄弟手把 要不然它原本是那種光面材質 就像這個一樣 對對對 會握不久 所以裝了這個你是我兄弟套件 就形成了一個這樣的一個拍攝方式 手就可以扶在空中 為什麼都頂到這裡來了 你不會累 這個女人不該讓男人太累 因為你一直掉累 那麼這個時候你只要這樣就好 手扶著 你可以撥一整天不會累到 那五滴山非常適合 五滴山很多人都是裝這一套 裝的下下腳 那麼裝了之後呢 還可以遙控 用遙控器遙控 你拿你抓著 這可以遙控 遙控是為了什麼 因為我們掉筆掉上去之後就必須要遙控 才會拍出好的畫面 喔 因為你會不會用那個長感的 對對對 好 那麼先生竟然來了 哪一哪 這個是大五滴山的重要 好 好 那麼今天的直播呢 好 大致上是講了 這個東西叫做 背包支架 270 伸縮桿 250 伸縮桿 G5 加薄阿扎30 按一個 軟管支架 軟管支架 你如果說 跟太太吵架 那跟小朋友呢 不愉快 那麼你記得就脖子穿三圈 往上一拉 好 你就離苦得了 看 開玩笑 這東西就是說 它可以這樣子 看好 折過來 看到沒有 它就可以讓你固定住 固定住呢 第一個 你這裡掛手機幹嘛 掛手機拍別人 你手 手邊再拿一個東西 掛手機拍別人 掛手機拍別人 這裡就固定住了 但是缺點晃晃 它的殘法非常的多 還有這樣子殘 這樣嗎 這樣子殘的用意是 你的那個 你的身體受傷了 骨頭去轉到 你沒手了 你手這樣 你骨頭去轉到 手不方便 你就可以這樣看片 你就可以這樣看東西 還要買這個功能 再來就這個架子 謝謝RU提供這個怪東西 還蠻實用的 還蠻實用的 好 今天 順便講解 Live Streaming Studio 記得 記得回來拿 免費的那個 字幕軟體喔 跑馬燈字幕軟體 免費的 記得回來拿 好以上呢 跟大家分享完畢 這個公司沒有在賣 這個公司 這個東西 這個東西 公司沒有在賣 就純粹就是好玩 BOSS很多分享 並不是一隻都是要 賣錢賺錢的 有時候覺得 東西蠻實用不錯的 也會給大家 溝通溝通 理解理解 做做這個思想改造的功課 希望大家喜歡 這裡是有BUG的 這個設計的偏軟 這有點滑動 但是實用性 BOSS給予它一定的評價 這個東西有它的實用價值 隨便擠 這不用練 這個不用練 我說這個靠的身上 就不用力氣 不用力氣 對 這樣子當然要用力氣 有一種是一隻手 千萬別拿 很累 那到晚上會 會想要殺人 太重 它這叫什麼 叫GIMBO 三軸脫落儀穩定器 來我簡介一下 那麼穩定器在這個 在拿的時候呢 這樣正拿是在做一些運鏡 譬如說我要滑軌 好 鎖定之後呢 鎖定之後 用身體的腰 這裡貼住 用身體的腰進行滑軌 那很多人教你這樣用 很多人教你這樣用 教你這樣滑 你高興你就聽它的 BOSS BOSS 畫面會要求是會這樣子弄 滑出來就跟軌道一樣漂亮 再來搖臂 CRAM UP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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人家在架搖臂 人家在搬搖臂 我們已經拍完手工了 再來 走路的時候呢 看好 走路的時候 我強烈建議你要這樣拍 反過來拍走路 這樣就飛行支架模式 這樣走路特別漂亮 那如果直線呢 直線我們先找好你的畫面的位置 找好畫面的位置把它鎖住 你不管怎麼弄 它都在那個直線 你就這樣直直的走 出來的畫面叫 HYPER LAP 帥 哇漂亮 再來 定點 定點 我們會拍一種東西就是 那種 TILL UP 應該是CRAM UP 這叫CRAM UP 那TILL DOWN 好我們來看一下 CRAM UP TILL DOWN CRAM DOWN TILL OUT 就會出現那種畫面 繞霧的畫面 那就是鎖定了它的那個標的物 鎖定標的物是這樣的 這裡 它不是鎖定標的物 你不管怎麼弄 它都拍在同一個方向 這就變多類印了 變多類印了 變多類印了 變多類 多類了 來玩玩看 好 那今天的直播呢 希望大家有滿滿的收穫 那 請加LINE 謝謝你 謝謝你 Gav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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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謝謝你 謝謝你 這裡 基本上 強調先是分享 購買 就是要謹慎考慮 因為東西 何用再說 那 也有人說 當BOSS講著講著 大家 有些人看著看著 就不想買了 我倒沒遇到這個現象 通常就會更謹慎的購買 那反而呢 很多人就是更放心的購買 我還沒有遇到說 因為看BOSS直播 看了看了之後 反而不想買 他的想法 霸霸款 那這一支特別的東西 感謝阿烏帶來 背包之價 那 未來會用在哪裡呢 我會在上面再做個那個 叫做彈性繩 我會做彈性繩呢 把東西給捶上去 讓大家能夠 獲得一個就是說 呃 另外一個就是 審理的方案 也就是剛剛的V2 我把它調到這上面來 吼 調到這上面來 讓他 你的V2 你的托椅 可以更加的輕巧 好 穩定 唉唷 大貝龍嗎 你有去擠嗎 你有去擠完嗎 大貝龍 你也知道 這本的這個方案 你那時候有去擠完嗎 好 那這邊先收工 晚一點再播一些特別的 再晚一點特別的 好 謝謝大家 謝謝 謝謝